我们也问了一个不错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下一页之后呢 这个 假如说我下它是选单要跟 这个上一页下要同步的话 也就是我按下一张 这个要跟着改变 如果没有跟着改变 感觉有点怪怪 就是说这边怎么 讯息不正确的感觉 所以这边假如说呢 我们希望两边可以同步 该怎么做 第一个呢 我要知道说 这个BDL 就是Jordan List 要怎么去更改它的一个值 这边 特别注意 在BDLA 就是Jordan List 这一个 控制项呢 后面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它的什么呢 所以值 slate index 这个index呢 如果我今天要跟它同步 就必须要在这边呢 做个动作 就是 把 slate value 就是最后面这边加一行 减一 index从0开始 所以呢 它的value过来之后 要 从0开始的话呢 必须还要在减一 减一 那同样的方式 在最后一行 这个select index也是一样 在上一张跟下一张的层次里面 做这个动作 那再来我把它执行之后呢 预设值是0 所以下一页一定也是属 下一页 没有 跟着改变了 不 所以呢 如果加了那一行程式之后呢 你要不要这个地方 像它是选单 就会同步了 就会跳的 有没有 直接不管你按哪一个 它都会跟它同步 也就是直接在 程式的最后面加上一个 把select index 这个属性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的 就是select item 点value 再减一 减一主要原因是 因为index从0开始 那第二 这个上一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试试看 假设要同步的话 可以加这个程式 把画面好像给多了一下 谢谢大家 看这个